今天大家来看的是一个位于Bukit Jalil Freehold Tini 2 而且是有超大的尺寸 从1100-2300 sqft 另外呢 这里也是一个Pet Friendly的Condor 那现在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project的地点就位于Bukit Jalil KL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是本地人都好 你也是可以在这一个地方职产的 因为呢 这里有些单位也是超过100万令吉的 那如果你想要到这一个地点的话呢 基本上你可以通过两个大道的 第一个就是Jalang Pujong 另外一个就是Laboraya Bukit Jalil 那这两个大道呢 都可以让你去到LDP 可以让你去到Kersas Highway 就是说 你可以去到Pujong 可以去到Sunway 或者说你要去到Gilom坡 是中心 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那这里最靠近的LRT呢 就是LRT Alam Sutra 那它的距离差不多是接近1.5km 那在4km里面呢 就有到达两所学校的 第一个就是黎明华销 而第二个就是实际国际学校 那这一个项目它的占地是4.9km 一共只有两个Tower而已 那这里呢 它第一次属于Free Hold E 而且是Recipation Usage 就是说呢 基本上你的水电费啊 你的推卖呢 都是比Commercial 或者是比Service Apartment更加便宜的 那这里的两个Tower的总单位加起来 一共只有824km 那一个AX是少于200km的 所以它是属于一个低密度的一个项目啦 那Tower A的话呢 一共只有333km 它的总高度是40层楼高 一层楼只有9km 而且是有4个Lift的 那它的单位的Size呢 差不多是有1300m2 到2300m2它是属于比较大间一点的啦 那至于Tower B的话呢 它是属于比较多单位的 它最高的高度是42层 另外呢 它的每一层是属于13km的 也是一样 它也是有4个Lift 至于它的单位的Size呢 差不多是从 100m2到1300m2的啦 这一个项目主要有8个单位设计 主要是分成三房还有四房 如果你的家庭成员不多 我们推荐考虑三房单位 那这一个项目提供了两种类型的三房单位 分别是E1还有E2 这两个单位都附送全装修 为你省去还税的装修过程 那如果说你只需要三个房间 可是你却需要更加多的空间 比如说储存空间或者是输房的话呢 那你可以考虑Type A1 如果你的家庭规模稍大 我们推荐考虑四房单位 这个项目提供了A2还有A3的四房单位 如果你需要额外的储存空间 我们有一个特别推荐给你 就是Type B单位啦 那Type B也是我们接下来讲会 可以带领大家去参观的示范单位 如果你的家庭需要更多的私人空间和服务需求 我们推荐考虑Type C单位 这种单位不仅提供四间房间还有足处空间 还附带一间佣人房 满足你全方位的生活需求 而我最喜欢的单位就是Type D Type D是一个Dual Key的单位 所以我们通常看到的Dual Key有所不同 它不仅包含卧室还有浴室 它还有一个独立的客厅空间 这意味着你可以出租这一个单位 或者让父母居住 甚至将其当作是自己的工作室使用 这种多功能性能 让Type D单位成为这一个项目的独特之处 那这一个项目呢 它是有两个Drop Off Area的 那分别是在于Tower A还有Tower B的楼下 那这个Drop Off Area其实是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有叫E-Hailing的话 这样这些驾驶人是不用经过这个Guard House的 它们是可以直接到这个Pick Up 或者是Drop Off Area 在你或者是如果你有订阅一些Grab 或者是Shopee等等 你也可以在这些地方领取你的Parser的 至于如果你要进入到你的Card Park的位置的话 你是可以从Tower A这里进出的 那这里也是有一个Guard House 那如果说你有Visiter的话 你可以提早送给他们这个QR Code 那他们可以用这个QR Code 进入到他们的Visiter的位置 那这里的Card Park是从LG到7楼的 那LG的话呢主要是Visiter Car Park 另外呢它也是有一些位置是有EV Charging Board 就是说如果今天你买的是电动车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些地方充电的啦 除此之外呢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洗车的空间 可以让你去洗车的 另外从Guard Floor到7楼呢都是Residence Car Park 你是不是觉得 哇如果我的停车位在第7层 那我不就要转7圈才可以到达我的停车位 请你放心 因为这个公寓设有Speed Ram 一圈可以让你上两个楼层 所以到达第7层也只是需要转4圈而已 那首先带大家来看呢就是 它位于Guard Floor的Facility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私人公园 为什么讲是私人公园呢 因为可以看到它整个地方是Gated and Guard的 基本上只有这里的居民或者是房客 才可以来到这个公园里面去享用这一个Facility的啦 这个公园它的大小差不多是等于一个足球场 那么大1.3个Aggers 另外它这里也是有一些Yogging Track 也是有一些小的样子非常的漂亮 那如果说家里有老人家的话呢 时不时可以过来这里刷散步 或者是你可以一家大小过来这个地方 甚至你也可以带你的宠物 过来这个地方一起去散步 那在这两个Block的中间呢 就是它其它Facility的位置 比如说你去到一楼的话呢 就是有两个Balbiton Court 去到四楼就是它的健身房 五楼的话就是它的Core Working Space 那它的大小差不多是有接近3000m²的 去到它的六楼就是一个非常大的Function Hall 那这个Function Hall呢 它的尺寸差不多是4000m² 另外你可以直接上到去 九楼就是Main Facility Area啦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有一个像是楼梯这样子的设计 那当然如果你不想要爬楼梯的话呢 你也是可以搭电梯到达这一些楼层的啦 那在它的Level 9的Facility呢 主要是它有三个油颜值 那第一个就是它的Lag Pool 那它的大小差不多是10m x 35m的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Family Pool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Kids Pool啦 那在它的Family Pool旁边呢 它有一个讲呼机可以让你去享用的 那在它旁边呢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草场 你可以在那边进行各种活动 现在就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Show Room 就是它的Type D 它这里是有四家一房的 那在这里的单位呢 其实我非常喜欢 因为呢 它这里是Cronominium的关系 所以它是有Foyer 有Yard 它也是有Balkonet的啦 那现在这里就是一个它的Foyer的位置 可以让你在这里安装你的鞋柜 或者是鞋橱 可以在这里穿鞋 另外你也可以在我前面那个位置 可以安一个铁门啦 那进到来这个位置呢 旁边这里就是有一个房间 那这个房间呢 算是一个像是Studio这样子的啦 因为它也是有连接着一间厕所的 那大部分我们在外面看到的公寓设计呢 它都是打直的 就是说呢 你是会到厨房过后 就到Dining Area 很多在到底的客厅的 可是在这一间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客厅是打横的方向的 OK 就是说你可以在一边 可以做成你的饭厅 然后另外一边呢 就可以做一个客厅啦 那这一个呢 基本上Type-B Type-C Type-D 它的客厅都是这一个形状的啦 那我有发觉到啦 这一个发展商所建的所有的 Condor呢 或者是Service Department 它们都有一个非常大的阳台的 比如说呢 那这一个阳台呢 它的这个扩度是差不多是接近5尺 然后它的长度呢 差不多是有接近20尺的 那这里最大的单位呢 是可以去到6尺的扩度 还有差不多是有23尺的长度的 是不是非常的夸张呢 你可以在这里打麻将啊 你可以在这里做其他的活动都可以的 那在我身后呢 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厨房的空间啦 那在这里呢 你是可以做一个L-shaped的Island 那可以在这里准备早餐呢 或者是可以在这里享用你的早餐的 而在我旁边的呢 就是发展商会附送的 这个top and bottom kitchen cabinet 那这里是已经做好一个洗碗盆 还有一个hook and hob的啦 那这里呢 它的牌子给的是signature kitchen 是非常的出名的啦 而在我身后的话呢 这里就是有一个yard的位置 这里可以把它当成一个laugerie 你可以在这里放你的洗衣机啊 风干机 甚至是可以在这个地方晒衣服的啦 那在工具里面 其中一个最大的烦恼就是 那些杂物呢 不懂要放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那其实呢 在这里大部分的单位 都是有一个储存空间让你使用的 比如说呢 这一间单位呢 它就是在我的右手边的这一个位置啦 而在我身后呢 就是另外三个房间 是包括其中一间 就是它的master bedroom 而在我右手边这里呢 是一间common的bathroom啦 那接下来带大家来看呢 就是它的master bedroom的位置啦 那它的master bedroom呢 那么你可以看到它的位置是蛮宽大一下的 你可以放到一张king size bed 另外呢 也可以放到两张side table 而它前面还有一个位置 是可以让你放电视机啊 或者是放书座 或者是dressing table的啦 那至于它的衣橱呢 放什么地方呢 它的衣橱就可以放在我身后的这个位置 这里你可以做一个L shape 或者是可以做一个U shape的衣橱 可以把它当成一个walk in walk drop 这样子啦 好 那在我身后的呢 就是它连接的一间厕所 那这一间厕所呢 在于master room呢 它是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呢 发展上是会给予你一个shower screen 另外它也是有给予你这个storage water heater的啦 那在这里的每一个单位呢 首先你看到啦 它的living room的那个地板 它是一个2x2的porcelain house 那它是属于粗面 它是属于mat surface的啦 那它就不会那么的滑 而且也比较耐看 比较耐脏 另外呢 在它的房间呢 都是SVC wood 那这一种木板呢 其实它是非常的实用 而且它也是waterproof的啦 就是说通常啦 有时候那一些木板 你有时用久过后呢 它就会撬上来 可是这一种木板呢 它就非常的耐用 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 另外呢 每一个房间还有客厅 它都是有附送 这一个冷气机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Buget 加入或者附近 寻找一个非常大的空间 适合一家大小居住的 另外呢 如果说你有养虫物 很多你想要在公寓里面养虫物的话 那这一个项目 我相信你是肯定不可以错过的啦 因为小真的 它的价钱也是非常的便宜 对我来讲 它算是蛮affordable的啦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联系我 我的名字是Johnson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